第十五课 受伤以后 一 课文 朋友常常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 你这次去中国留学的体会是什么? 你对那里的印象如何? 每当他们这样问我的时候 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 这次留学给我的印象很深刻 也给我留下了很多美好的记忆 从我接触到的人来看 他们大都心地善良 带人热情 也乐于助人 当然 世界上任何国家和地区的人 都有好坏之分 我不敢说这里的人各个都好 但我想向大家讲一讲我的亲身经历 也许你会从中了解到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吧 我这个人向来不爱运动 而且在国内时从来没骑自行车上过街 所以来中国后 每次骑车上街我都提心吊胆的 这一次真的出事了 那天 我骑车去展览馆 回来的路上要过一条铁路 不知怎么搞的 车轮夹在了铁道中间 一下子把我摔倒了 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出了什么事 人们就马上把我小心地扶起来 有人还拦了一辆车 要送我去医院 大家七手八脚地把我扶上了车 司机也是个热心人 一路上不时回头看看我 还不停地安慰我 到了医院 他小心翼翼地把我背到急诊室 大夫马上给我检查治疗 检查以后 大夫说我小腿骨折了 结果给我的小腿打上了石膏 带着痛苦的心情 我坐车回到学校 老师和同学们听说后都来看我 我们班的林老师 见我躺在床上不能动 就非要我住到他家去不可 起初我怕给老师添麻烦不肯去 但老师说 千万别客气 你就把老师家当作自己的家吧 由于老师再三劝说 我只好答应了 住在老师家里 他像对自己的女儿一样精心照顾我 送吃送喝 直到我商好能自由活动 每当回忆起这段往事 我都由衷地感谢那些叫不出姓名的人 他们乐于助人的精神 使我难忘 二 生词 提 印象 如何 毫不 深刻 记忆 接触 心地 带 乐于 七手八脚 热心 不时 小心翼翼 急诊 治疗 骨折 打石膏 痛苦 躺 飞 不可 起初 偏 肯 千万 当作 犹豫 再三 劝说 惊心 直到 往事 由衷 精神 难忘 五 练习 一 语音 一 变音变调 印象 影响 任何 任何 认可 尽力 敬礼 敬礼 一时 意思 痛苦 痛哭 往事 忘事 二 朗读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担心霍福 久逢知己千杯少 话不投机半句多 后 敬礼 尽力 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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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